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早上7点12分51秒 我们先来关心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首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冬至 我们其实在课堂上学过 夏至就是北回归线 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因此会是北半球白天最长 夜晚最短的时候是夏至 现在到了冬至就刚好相反 那么太阳直接照射的是南回归线 使得南半球变成白昼最短 北半球白昼最短而夜晚最长 所以从今天开始 白昼是最短而夜晚最长 到明天开始 我们就会夜晚的时间稍微再缩短一点点 然后白天太阳公公起床的时间会稍微的早 那么一点点当然时间都慢慢慢慢的来 不过最冷的时刻并不是今天 太阳直射地球的能量 确实在今天是北半球最低的时刻 但是北半球最冷的时候 可能要等到一月还有二月 一月是最冷的时候通常来讲 然后到了二月的时候 它的冷度是其次的 好但无论如何今天 北部地区仍旧是雨下个不停 北部地区因短暂雨 这样几率百分之八十 又湿又冷 白天的温度十四到十五度 中部地区温度也偏低 但是至少是稳定的 中部地区多云 这样几率百分之十 白天的温度是十七到十八度 南部地区多云 降氧几率是百分之二十 白天的温度是十七到十九度 东部地区因有雨 降氧几率百分之九十 白天的温度是十五到十九度 澎湖地区因天 降氧几率是百分之十 白天的温度是十六到十七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只有十四点五度 非常的冷 而宜兰现在也只有十五度 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 那么不但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而且温度都极低 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 而台中的目前是十六度 台南花莲台东澎湖 目前是十七度 高雄十九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 那么是下跌的 那以一周来看的话 美股还是上涨的 但上个礼拜五 小幅的拉回 道全公益指数下跌了一百二十四点 刷盘指数是三万零一百七十九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四一 纳斯达克下跌了九点一一点 刷盘指数是一万两千七百五十五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零七 FMP指数下跌了十三点 刷盘指数是三七零九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三五 费成半导体则是下跌了十三点四零点 刷盘指数是二七六四点七四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四八 五大天王科技公司呢 那么是跌多涨少的 苹果跌了百分之零点五九 脸书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七 阿发贝跌了百分之零点八二 亚马逊跌了百分之零点零六 微软则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三八 而台股的ADR呢 涨跌互建 台积电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七 日月光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三九 联电下跌了百分之三点六七 中华电信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六 那至于在这个油价的部分 纽约油起荷价格上涨了七四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四十九点一零美元 涨幅百分之一点五三 北海布兰特原油则上涨了七十六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五十二点二六美元 涨幅百分之一点四八 不管是纽约的西德州原油 或者是北海布兰特原油 都来到了二月底的新高 就二月二十五号二月二十六号以来的新高 这里面呢跟美国的纾困案啦 还有包括了这一个疫苗的接种呢 让市场充满信心呢都是有关的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则是上涨了十八点五零美分 每普社是一千两百二十四美分 涨幅百分之一点五三 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小跌了一点五零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一千八百八十八点九零美元 跌幅百分之零点零八 而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终于出现了止跌的这一个反弹 那么小涨了零点二一个百分点 来到九十点零一九 不到目前为止呢 绝大多数的这一个业者 似乎呢都不看好 这一个美元指数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情况 甚至有人认为 他如果扁破了八十八的关卡的话呢 恐怕还要再下探 差不多十个百分点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 那么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现在都在等待着 这一个英国跟欧盟之间的协议结果 那现在看起来脱欧似乎并不是真的很顺利 所以呢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版的股价指数下跌了21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三三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21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三九 德国法文科普指数下跌了36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七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还是要看的是刺激法案 那么美国新一轮的刺激法案呢 那么目前的进度看起来是快要过关了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民主党共和党的口径都已经一致了 那么在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 舒默认为美国众议院跟参议院最快 在美国时间20号的深夜会采取行动 所以呢 那么这个时间点最有可能的 当然就是台北时间今天中午之前 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麦康诺也认为 那么因为联准会的一些跟财政部之间的相关的 争端都已经这个通过了 就已经完成了协商了 所以呢通过的几率很大 如果通过的话呢 那么就会除了提供中小企业的贷款资金之外呢 会直接发给个人600美金 然后一周300美元的补充失业救济金 以及支援疫苗配送 还有提供教育 儿童保育 还有房屋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纾困的一个法案 那么今天中午之前是对于全世界金融市场来讲 也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联准会在周末的时候公布新一轮的 对于美国银行业的压力测试结果 结果呢是所有银行都符合在两种这个极端衰退的情况之下的资本规定 所以呢不但通过了这压力测试 而且联准会呢有条件的允许华尔街的大银行在2021年的第一季可以回购股票 这一点呢其实对于金融业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利多消息 也很明显的看到呢盘后金融类股呢就开始出现了上涨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但是这个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Tesla 那么Tesla呢今天21号呢他就会纳入标普500指数 从这个宣布11月初呢标普道琼指数公司宣布Tesla 纳入这个标普500指数以来呢 标普这个Tesla的股价已经大涨了七成 事实上今年以来他的涨幅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七百 涨了七倍好涨了整整的七倍 所以呢Tesla的股价现在已经是使得他的市值来到了6600亿美元 成为美国第六大的上市公司也会成为标普500指数呢 上这个成立以来上市的时候大陆500指数的时候呢市值最高 而且比例也比重也最高的一家公司 所以今天势必会对于美股呢产生一些变化影响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现在即将要迎来耶旦 但是呢禁足令却更加的严苛 那么伦敦呢 继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之后呢宣布从二十号开始伦敦以及周围的英格兰地区要实施更严格的封锁措施 而且呢取消耶旦假期当中会松绑的一些原本的规定 所以呢伦敦的耶旦假期将会变得非常的这个严格的限制外出 所以呢现在欧洲的这一些禁足令 因为疫情再升高的禁足令可能会重创这个耶旦期间的这一些行情 还有他们的这个市场的运作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疫苗的情况 莫德纳这个呢也是使用RNA的这一个疫苗呢 他呢在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专家顾问小组呢 上个礼拜五呢那么认为这个新冠这个莫德纳的这个新冠疫苗呢 是他的有效性特异性各方面都符合标准安全性符合标准 所以呢那么认为应该可以给予紧急授权上市使用 那么莫德纳有望在这个礼拜成为第二支取得FDA 紧急使用授权许可的疫苗 这个当然使得可以使用的疫苗呢再增加一支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投资方面的前进新兴市场 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从债券市场会转向流向股票市场 那么这个是国际金融协会呢 他们所做的统计显示 11月呢外资已投资新兴市场的债券跟股票呢 股票超越了债券 股票的投资有400亿美金 而债券的投资呢新增的是370亿美金 那么过去六个星期呢股市的ETF的流入的资金呢 那么比流入债券市场ETF的资金呢多了四倍 是这个债券市场基金的五倍 那么事实上呢包括了这个贝莱德 还有摩根纳通跟瑞士银行的基金经营人 都认为新兴市场在明年将会股市优于在市 好另外我们看到微软呢 现在呢也考虑要自行开发它的处理器 势必对于英特尔的一些晶片组的需求 那么产生负面的冲击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中美之间呢 那么中芯呢再度的被列为美国贸易的黑名单 那么之前呢中芯事先被列为跟军方有关 所以呢禁止那么美国的这些相关的投资者 去投资中芯所以呢使得中芯的股价不但重挫 而且包括了富时的英国的富时 还有标普还有这个MACI等指数呢 都将中芯剔除在相关指数的这个名单里头 那么上个礼拜五呢美国商务部呢 更进一步的将中芯列为贸易黑名单 那么任何先进的这一些元件或者是技术设备 原料都必须要先取得美国商务部的同意才可以供应给中芯 这个呢对于中芯的发展势必受到重大的冲击 中芯呢也承认说这个呢使得中芯在整个的制程的提升上面 有负面的影响将要继续的沟通 那因为中芯现在呢是14奈米它的制程 它想要继续往10奈米前进 那么从这个之前呢 他们的执行长梁孟松请辞的这一个请辞说明书里头呢 看得出来说他们已经有技术上的突破 但是必须要取得光刻机还有相关的原材料 可是现在的禁令可能使得它的进程呢会受到影响 那么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再升温 那么除了美国不断的对中国大陆频频的出手 公布了许多的这一些这些贸易的黑名单也好 投资的黑名单也好 那么中国大陆呢在周末的时候呢 也公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那么这个办法当中呢 对于外商投资军工能源金融服务网科资讯呢 要进行安全审查那么看起来是针对美国而来的 那么双方呢这个这个相互投资上面呢 对立升高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网路上面的这一些 投资啦存款啦贷款啦 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这件事情呢 显然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效应 蚂蚁集团呢在上个星期率先的宣布 要下架旗下所有的网路上面的存款产品 那继这个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网路的金融平台之后呢 京东的金融 京东金融 然后还有包括了中国平安保险的陆金所 也下架了相关的线上的存款产品 那么这个呢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现在的气氛上面 对于网路上面的这一些金融机构要求不可以大到不能到 这个呢是他们的政策上面的一个方向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入股上个礼拜五呢都是拉回整理的 商政指数下跌了九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九来到三三九四点 深圳城指下跌了三十五点 那么收盘指数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四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六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一百七十九点 收盘指数是两万六千四百九十八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六七 好那么至于在台湾的部分呢 那么苹果呢宣布暂停下单给伪创 这当然对于伪创的印度发展呢 产生了影响啊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所 前两个礼拜所发生的伪创在印度的 印度厂的暴动事件 好那么那么这个事件当中呢 虽然是仲介公司的这一个问题 但伪创的管理显然有必须要再提升的地方 而这个可能会使得苹果的单子呢 会转向鸿海跟核硕 但是呢核硕的上海厂也爆发了劳资纠纷 好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湾内部呢 那么台电所公布的用电需求 工业是成长但服务业是负成长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台北股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